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昨天网上流传出一组号称是小米10的最新渲染图 从图中来看 手机正面配备的是一块双曲面打孔屏 正面单摄开孔位于屏幕的左上角 手机背部则是采用了左右拼接的撞色设计 纵向排列的四枚摄像头放置在背部的左上角 不过摄像头的布局可能不一定准确 据产业链一位老铁透露 小米10正面确实配备的是一块双曲面单挖孔的显示屏 黑边控制相当到位 后置纵列四摄主摄一一像素没跑 不过在背部摄像头的布局上与渲染图中略微有些出入 小米10会采用类似小米C9 Pro那样的3加1布局 闪光灯放置在摄像头的下方 所以大致就是3加1加1的布局 现今会采用上下对称的独立双扬声器 没错独立 顶部的扬声器也没有与听筒合而为一 旁边则是设计有红外收发模组和降噪麦克风 手机内置了4680华式电池 支持NFC和无线充电 更多的就不能再说了 星期预计会在2月中旬发布 最迟3月开售 那在手机发布之前以上这些都还只是传言 所以真假自编 对小米10感觉小伙可以再继续的关注一下 华为品牌旗下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目前已经开售了很多轮了 不知道大家买到没 反正小编我尝试了好几次抢购均以失败告终 此前于晨东曾预告升级版的华为Mate XS机型 将会在今年3月份正式与大家见面 现在一款型号为TAH-AN00M的新机 出现在了工信部的页面中 从页面中可以明显看到这是一台5G手机 支持SANIC双模5G组网 发展日期2020年1月14日 此前华为Mate X的设备型号为TAH-AN00 所以这样来看这款TAH-AN00M 很有可能就是Mate X的升级版机型 华为Mate XS 在去年的12月份TAH-AN00M 就已经通过了国家的3C认证 在当时的认证页面中 可以看到新机将配备一套最高 20V 3.25A 65W的电源适配器 而这也是目前华为手机已公布的最大值了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新机将会搭载最新的70990 5G SOC 整体造型与Mate X保持一致 但是会升级更好的脚帘设计和折叠屏幕 如果你喜欢折叠屏 暂时又还没有买到Mate X 那不妨等等这款升级版的华为Mate XS 最近关于三星S20系列新机的消息 越来越多 而且也是越来越具体 昨天一组Galaxy S20系列的正面渲染图流出 从图中可以看到新机正面 采用了类似三星Note10系列那样的中置打孔屏 但整体依旧是延续了S系列圆润的设计风格 相较于两侧而言 新机的额头和下巴略宽 但整体的屏占比已经是非常高了 现在网上又爆出了一张 据称是三星Galaxy S20 Ultra 5G版机型的 后置相机模组渲染图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手机采用了左三右一的四摄方案 下方增加了一枚浅王式的摄像头 最高可以支持100倍的混合变焦 另外从网上曝光的配置表来看 Galaxy S20系列包括S20 5G S20 Plus 5G和S20 Ultra 5G三款机型 屏幕尺寸分别为6.2 6.7和6.90寸 均支持120Hz的高刷新率 搭自Exynos 990处理器 国航版则是会采用骁龙865移动平台 S20 5G内置4000 好安电池S20 Plus 5G和S20 Ultra 5G 则是分别内置4500毫安时和5000毫安时电池 三款手机均支持IP68级的防水防尘 运行基于安卓时深度定制的 OneUI 2.0操作系统 按照计划Galaxy S20系列 将于2月11日在旧金山正式发布 光航版则是会紧随其后 怎么样各位 就目前的信息来看 对S20系列还满意吗 昨天OPPO副总裁沈亿人发微博称 体验了一下FanX2的工程机 就这一句话 虽然没有透露过多关于新机的消息 但还是引发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沈亿人又直接转发昨天的微博 同时表示FanX2的屏幕规格和效果 放在今年全年来看都是顶级的水平 清晰流畅顺滑 大家都知道在不久前 刚刚结束的一加屏幕技术沟通会上 一加就已经明确指出 即将要发布的一加8系列屏幕非常厉害 至少包含有120Hz 2K 10bit三大特点 如果按照沈亿人说的顶级水平 不说超越 但至少要和一加的这些技术持平才行 所以OPPO Find X2至少也得是一块2K 120Hz的屏幕 才配得上这个描述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OPPO Find X2将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 配备索尼定制传感器 首发搭载全像素全像对焦技术 整体从规格上来说非常给力 当然按照以往Fan的系列的设计趋势来看 FanX2一定也会非常惊艳 所以拭目以待吧 众所周知 目前已经有包括三星和华为等厂商 发布了自家的折叠屏手机 小米的折叠屏虽然没有正式发布 但也发布了一款环绕屏的小米MIX Alpha 即便是顶着19,999元的售价 但该机也没能按照预期 在2019年的12月底正式上市 当然大家对于它的关注还是非常高的 现在有外媒放出 消息称LG正在准备一款 全新的可折叠屏幕的手机 与市面上各种机型不同的是 该机融合了折叠屏和环绕屏 两种形态的优点 展示了一种带环绕显示屏幕的智能手机 LG已经在2019年7月22日 向中国资产全局提交了专利申请 同时该专利也在2020年1月17日 正式获皮公式 从专利图来看 设备底部和左侧存在着 非常窄的屏幕边框 顶部则是有一定宽度的额头 内部放置有摄像头 电源键和扬声器等组件 比较特别的是 手机屏幕区域与机身采用了分体设计 背部屏幕可以展开 让手机获得更大的屏幕视野 屏幕折叠后 整体形态则是类似于 小米MIX Alpha一侧的环绕屏 看上去非常的酷炫 当然了目前这样的设计 依旧还停留在专利阶段 LG方面具体何时会将其量产 或者会不会考虑量产 眼下都还是个未知数 各位提前了解一下就好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击订阅关注为家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